比如说我把那个综合练习这边再复制一个 然后我想要知道的 比如说学校老师 我希望说我们班上同学哪些人过胖 那当然不标准里面有胖有瘦 所以呢 不标准里面你还要再做判断 谁瘦谁胖 要把它分开来 所以会变成说你逻辑里面还会有在一层 逻辑 然后把胖的部分把它抓出来 OK 那另外当然VBA也可以 比如说你用over或end都可以把它抓出过胖的 输出的话也许我今天希望把过胖的抓出来并且显示 OK 那这部分该怎么做 那第一个把删掉重来一次 这边 这个先复制一个 也许你这边可以把它加一个过胖 那过胖的话呢这边大概 两个地方可以改了 不过 我还是觉得说有时候用VBA来做 一次做完 之后就简单了 那用函数每次都要再再打一次公式 其实相对起来还是比较麻烦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过胖的抓出来 那当然不标准里面呢 他会分成有 这个过瘦跟过胖 因为增加体重百分比如果大于5%的话 他应该要增加很多 表示他太瘦了 但是这个负的表示太胖了 没有没有 所以其实这是我们 那我要怎么样把它分出来呢 其实呢在 逻辑里面 你可以再下一个逻辑 所以一负 不标准你可以把它 不标准 这个 字串呢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然后呢再到这边呢你再加上一个一负 哎有没有 在一负里面再加一个一负 我把不标准呢再变成 找出他是过胖还是过瘦 那所以呢逻辑部分的话 还是一样是这个 如果这个大于5%的话 那他是过什么 等于他增加5%以上的体重 那就表示他是过瘦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是 假设他是太瘦了 我就 那反之的话呢就过胖 所以这边的话呢我就把 这边 一样底下的话呢再把它增加一个 假设我要找出胖的部分 OK好按确定 所以你会发现到在不标准里面呢 我再增加一个逻辑 逻辑所以以后逻辑里面还可以增加逻辑 你可以 再看哪一些是很胖 有些哪些是比较 就是胖还可以分等级 瘦也可以再分等级 你可以在一层一层里面再加 可以做得比较复杂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不过如果我们向下填满之后 希望把那个过胖的那些人 把它设定格式化的话 你会发现 用方权做完之后不能够设定格式 如果你要设定格式的话 你除非在辅助用什么呢 设定格式化条件 才能够达到什么 设定的那个 比如说我今天可能希望 胖的那些人 资料凸显的话 我可以什么 只包含那个格式化 当它里面的资料是等于什么 等于过胖的那些 帮我怎么样呢 帮我换一个 字的颜色 跟它的底色 那如果这个等于过胖 那帮我怎么样 帮我把他的字的颜色 变成红的 然后呢底色的话呢 把它改成黄的 这还蛮常用到的 按确定 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 我就可以把它抓出来 OK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用VBA来做的话 其实有的时候反而就简单 因为你一键按下去 它 sub可以包含除了 改变逻辑之外 也还可以再改变颜色 那做法上面前面有没有讲 所以待会 第一个请各位就是 先把那个不标准 再改一下逻辑 第二个的话就是 一样的动作 如果用VBA来做 该怎么做 但第一个 刚刚程式已经写完了 所以有的时候 有写过的程式 我只要再加一点东西就可以了 可以把那个增减体重的偶尔 把他怎么样 再把他复制来改 比较快 所以这边习惯上 把他Ctrl键按住 拖拉 这边的话 再把我后面加一个过胖 比如说我今天 希望找出那个过胖的那些人 那这个时候在VBA里面 就必须在哪边呢 在 这个逻辑底下 不标准 再加上一个逻辑 习惯上一定要按TAP键 下一阶 不然的话都一辅 同一阶我分不出来哪一个是里面哪一个是外面 所以通常会怎么样 一辅 不过程式好像跟上面很像 一般习惯怎样 会拿这个来改 这个 把这个O拿掉不就好 这样就写完了 OK 再来呢我习惯一定要把什么结构打出来 再来的话 叫else 反之 然后 andif 那当然刚刚输出不标准了 我拿这个来用好了 那这边只是说把 如果它是大于百入的话 那就过瘦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就把这边 把它改一个叫 过 瘦 反之的话呢就是过胖 那这边就是直接 然后这个 再复制过来 这边的话改一个过胖 OK 那因为我需要 把那个过胖的人 做格式化 刚刚 在那个函数是必须设定格式化条件 可是VBA的话它的好处是你可以直接就 改字 改字应该还记得吧 就是 这个sales 官方无限不要打 先点一下 Fone 我如果希望它的字的颜色 改成什么 Fone Color 所以你Fone.color 把它改成红色的话就记得RGB 颜色一定RGB 255红色 没有其他的 这样的话呢 就字的颜色就搞定了 再来的话呢底色的话呢就是 Sales 点 打个 Intro 这个 Intro Color 所以点Color 如果是黄色的话呢 一样是等于RGB 前刮壶 红配绿嘛 所以这边的话 25 0 这样就OK 记得 刮壶后面一定要补上 不然的话 它会变成这个工作表里面 所有储存格的字 跟底色 全部 都会被改成 红色的字跟 黄色的底 OK 应该没问题吧 这个好像前面我们有写过 然后呢 最后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执行 一样 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执行完之后的结果 就看到应该就会是我们要的 这个样子 这边的话 把它执行一下 OK 输出 过胖 我刚刚是已经写过一模一样的东西 所以不能一样的东西 这个把它删掉 把它执行一下 过胖 其他都OK 执行 你会发现呢 这个地方 除了逻辑 部分的改变之外 我的字的颜色也变更了 所以刚刚这边多了这个叙述 OK 所以请各位 试一下 刚刚 又把综合练习部分改成 过瘦 跟 过胖 然后VBA部分的话也稍微改一下 并且加上格式 把画面现在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这部分 那我刚刚做的部分 也是一样 把它拍照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如果各位要找那个我刚刚一样 写的程式的话 那个云端上面都有 可以参考一下 我把那个我刚刚写的程式 一样贴到云端上面 所以基本上 从这个地方综合练习一 公式部分在这边 标准不标准 M的跟O这边 那VBA就是这一段 有1234 刚刚写的 那 这个是一个图 你没办法复制 真的能复制的 就是这一些 如果你现在 假设打字比较慢的同学 你可以先复制贴 先键按钮按按看 然后呢把一些 比较关键的程式 Delete掉重新打一下 因为 不过还是建议你还要花一点时间 回去就是 自己再把什么 把那个这个图里面的东西 自己再把它 做过 因为这样才有办法熟练 以后你看到比较复杂的那功能 你才有办法把它打出来 那真的是看到 什么样的作用 什么什么样的动作 你可以把它写出来 那再来就是过胖过瘦 这边也是一样 那我有把刚刚也是这个程式 在这里 底下也可以贴 那这部分的话呢 大概给各位参考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就 接下来 这个这个部分我想大概就先到这里 可能顶多就是说 会有同学会问到一些问题 就是说 他可能希望怎么样把那个 里面可能他需要是 那个什么 就是因为他可能是健身中心吧 然后呢的会员好了 他希望留下来就是那些 所谓的 不标准那些人 因为不标准的话才需要到健身中心 标准 如果好像去的都标准 反而不标准都 都躲在家里 那如果说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那个资料 像标准的部分删掉 因为要留下 不要的部分的话 以前如果你要删资料 你可能就是 因为这资料还算少的 如果你资料多的话你可能就是 要怎么样要这样慢慢 选取然后按右键再把它删除 不过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做一个VBA程式 他可以帮我快速的去做什么 把我需要删除的那些栏 一下按一下全部删掉的话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 很方便很多 尤其资料多了 但因为现在资料的 比较少 看不太出来 资料多了之后你会 几万笔 马上就可以 帮你搞定 那这个有个前提 什么前提呢 就是说呢 当你的备注这一个 假设我的条件是这一个 他里面的资料是标准两个字 那就帮我删掉 如果不是 就不删除 OK所以你基本上当然 第一个会讲到跑个回圈 for I 也许从第四列到第13列 然后做什么呢 如果他的 I I列的K栏 里面的资料等于标准 那就帮我删除那一列 删除那一列的话你可能 多必须要学一个物件 前面我们是Sales Range 那列的话呢 他叫什么呢 他叫Raw Raw 加S 哪一列的话呢 刮胡 就是比如说我删的是第 这一列 第九列就可以 OK 那这个第九基本上就是你将来的I 因为你找到那一列 你就把它删掉 OK所以 删除的话就是一个指令 你知道点什么 猜应该可以猜出来 点Delete就好 Delete如果你不会拼的话 你可以看键盘 上面一个delete的键 就是那个单字 OK 点Delete 他就帮你删掉 所以基本上程式 他大概就是一个回圈 逻辑叙述 加一个delete 五行就搞定了 而且是还蛮好用的 以后很多地方都会这样用 可是 有个关键 我们以前是 forI等于 4到13 但是如果你会发现 假如你一直往下 45 他不就一直check check 检查检查 到这一个 那 检查第九栏之后呢 我们会把这一栏给 这一列给删除 可是会有个问题 那我跑回圈的话 他第九 等一下第十 第十也是标准 可是问题我把它删掉之后 会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第十 他会跑到第九 可是我 应该往前 第十 他反而变成过瘦了 结果第十又没有删掉 那怎么办 后来我以前 会想一个办法就是 我要把它减一 I一直把它减一 可是很麻烦 减一加一加来加去 头都晕了 所以后来想一个方法 这一招非常好用 这是让我自己想出来的招 我觉得蛮好 就是你 回圈的话 静德 我们以前是四到十三 现在把它改成 十三到四 反向回圈 那这个好处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删掉 第十三列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来就第十二列 如果你删掉他的时候 第十二列还在啊 有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吗 所以你再删掉第十二列 他还是不会影响 刚刚删第十列 删除 有没有 继续再往九 还在啊 不会 受到影响 所以特别之后以后 只要 想到 删除列 删除工作表 删除任何东西 删除蓝也是一样 你就 记得 配合一个叫 反向回圈 那所以 这个地方的话 顺便讲一下那个反向回圈怎么写 还有一点 如果你用那个 VBA 写的 删除的话 你按那个复原是没办法复原的 所以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假设好我希望把标准的部分删除的话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我是建议你要练习之前 请你先自己在旁边 复制一个工作表在练习 不然的话 VBA删掉之后 它不可逆了 就不见了 那第1个的话 一样我们在开发里面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那个 这个Sub 那Sub名称的话呢 基本上叫 插入一个程序 叫做删除 列好了 假如说我这边 写一个 删除 列 OK 按个确定 这个时候的话呢 一样 我跑一个那个反向维圈 For i 等于第13列 特别注意 到第4列 但特别注意 我们前面本来是 4到13 可是你现在越来越少 如果你越来越少的话 你要后面加一个叙述 叫Step Step就阶层 预设是1啦 1是越来越多 可是如果你越来越少的话 请你Step-1 告诉他说 等一下是越来越少 不是越来越多 那之前 为什么不用加Step 因为他预设就是1 那你Step越来越多 不用写 写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可是 就是多写而已啊 你原来Step1 在写这个 可以不用写就不要写啦 类似概念 i++ 那概念都差不多的 那你也可以Step2啦 如果你是什么 奇数偶数的话 你也可以Step-2 比如说你要跳过跳过跳过的话 OK 应该可以有这个概念吧 所以关键就是Step-1 由大到小 OK 关键喔 第2个是 条件是if if什么呢 如果我的 这个 这一个K 栏里面的资料是标准的话 标准的 所以if 储存格 里面的资料是 什么呢 是I列的 瓜糊 这边的话 I列的 K 这边K栏 里面的资料等于什么呢 标准两个字 这样叙述 这样叙述 then 我就是怎么样 end if 然后这边的话呢 打一个Rose 那I列删掉 那I列 点 Delete 这个字的话如果不会拼 自己看一下就OK了 好 当然我一定打小写 如果你没拼错的话 他会自动手字变大写 好 记得喔 可能比较常犯就是Rose一定要加S 因为他是很多列 不是只有一列 OK 程式写完了 这还蛮好用的 这一招我常用在比如说 删除哪些列 或者删除重复列 删除空白列也可以 空白列 这样后面会讲到 你如果说你要 很多空白列 你手动删 一直删 那其实你可以把这个 改一下就好了 OK 那至于怎么改 后面我们再讲好了 那写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来 Round一下看看 当然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 通常会 按F8 如果我们直接执行 那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 你可以按F8 F8什么呢 他会逐航去跑 那你会发现 你可以这样看 ICS13 所以呢 他会是去找一下 这个K 13 在储存格里面是不是标准 是标准 所以他会进到这里面 他会把哪一列给删掉 第13列 i现在是13 所以把13放进来删掉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他就会少一列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一列就不见了 有没有 他就往上了 那再来一样 反正就是一支F 如果说你觉得F8差不多了 你就直接把它 全部执行就OK了 所以这边的话 我把它全部执行 瞬间 就留下什么 那个 不标准的部分 OK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那个删除列的部分 我是觉得这个还蛮重要 那刚好有 之前有同学问到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一定要讲一下 后面的话还会有蛮多地方 会用到类似的概念 那其实一样 除了删除列之外 删除蓝的话 就是多一个 物件名称 叫 Colum Colum 哪一栏一样 你可以把那一栏给删除 删除蓝删除列 大概概念都差不多 那 常会用到像什么 删除 某一些条件的列 但是契德就是说 你在删除 VBA的删除部分的话 因为它是不可逆的 所以 如果你在删除之前 建议是 先复制一个工作表 再来删除 否则的话你的旧资料就不见了 删完它没有办法像那个 你用那个滑鼠 按右键删除 它还可以复原 那但是VBA不行 OK 这可能要注意 我说 我说 你用这个试图的 没法像是 有点 你用这个试图的 你用这个试图的